注意看,这是周杰伦代言手抓饼的广告图 不要怀疑自己的眼睛,这确实是周天王的杰作 品牌方怕打众质疑,还卑微的标注周杰伦不是皮的字样 毕竟常人很难相信天王级别的人物会代言这种低价小吃 而资产故意的周董之所以能够心甘情人的代言 并不是因为品牌方给了他天价代言费 纯粹是因为手抓饼征服了他的未来 从2013年至今,周杰伦代言此产品整整十年 甚至还主动投资成为公司最大的股东 每次参加综艺时,他都会向后台工作人员疯狂按理 还一脸自豪地说是自己代言的 并在录制节目期间每天请工作人员免费品尝 看到周董这么真实的模样,不少网友纷纷大呼好爱周杰伦 毕竟在娱乐圈这个大眼缸里,明星的代言都是一头扎进了资本队里 只要钱给够,管他是低端网友还是冷门APP 代言统统不在话下,可资本堆砌的品牌终究经不起考验 2020年,瑞典品牌HM抵制新疆棉 还造谣抹黑新疆劳动人民丑化中国形象 这一机会很快就引来了一众爱国网友的声讨 不少明星纷纷终止与该品牌的合作 可正当大家好奇为何,此时不见天王周杰伦的生命时 网友才发现他压根没与该品牌合作 原来当别的明星都在追求国际高收代言时 周杰伦早已不动声色的代言起了接地气的国产品牌 粉丝们纷纷表示,盖的他的同款是很轻松的一件事 因为从薯片到电动车,有奶茶到郁农行 周杰伦的代言涵盖范围无比广泛 吃喝玩的,因是住行,可为是一条龙斧 正如他自己曾说的,身为偶像 代言的东西,起码得让粉丝都买得起 这么久以来,他真正的说到做到了 这样亲民的偶像,他不活谁活呀 这就是过气歌手的魅力吗 一出场直接引发全场大合唱 在党组织中,沉寂了十几年的许松 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 刚一开口直接把故意拉满 而作为许松粉丝的摄像大哥 更是在节目中对自己偶像申请告白 那既然今天你来了 所以说我今天就申请做了你的单机直拍摄像 今天我的眼里,我的镜头里都只有你 之后苏格拉没有底,我们永远喜欢你 这一幕不知道让多少人破防了 野生粉丝直呼,自己的精神又回来了 可在此之前,作为曾经网络三巨头的许松 却被网红瞧不起 当时罗通演唱《简单的幸福》 被网友质疑抄袭许松的永何不可 可此事爆出后,罗通不仅没有自我反思 反而在网络上公然嘲讽许松过气 声称他没有自己红,如此嚣张的言论 却并没有让许松生气 他还在采访中平淡回应 我想就是蚊子叮我一口 我不能张嘴去咬蚊子 大家不在一个层面上 所以就没什么可较劲 但许松一直以来的佛系 面对却并没有让他得到尊重 反而让人觉得他好欺负 以至于最后被人当众羞辱 在2012年的跨年晚会上 许松一举松扬过后 却被主持人晾在舞台上许久 而在之后的尬聊当中 主持人还将许松称为网络红人 就连他的歌名都直接爆错 有请许松为我们取代来好听的歌曲 我的金藤 宿命 如果说这都可以被称为可恶的话 那在许松演唱时 直接将画面切走插播广告的做法 就显得有些刻意针对了 最终广告结束 许松的歌曲也到了尾声 他离一句谢谢他没来得及说 就会变到强行避脉 更有知情者声称 当时许松在演唱时 尔法里连伴奏都没有 可面对自己所受的委屈 许松却并未多说什么 一句以后会更加谨慎的 选择参加的节目回应此事 不得不说 像许松这样的人 真的值得被刚好的对待啊 逼疯世界冠军王王只需要一个黎明 2016年 在一档竞技真人秀中 王蒙与黎明成为大大 见到童年偶像的王蒙全程兴奋 一直对着镜头吹男神的彩虹屁 我一直处在又激动又紧张的状态当中 先王的感觉你知道吗 高手 所以把明明术这个画面 千万永远都不要 都给我剪下来 给我自己吧 即使黎明挑战 用手披18块木板 次次以失败告终 王蒙依旧是一脸崇拜 然而他并不知道 男生的一句话 直接将他从小米美打回了黑房 在比赛做任务时 王蒙本着体育经济的心态 一心想完成任务 黎明却慢条四里十分默契 不是去厕所 就是在去找厕所的路上 眼看自己队伍逐渐落后 激情子王蒙脸上慢慢丧失和笑容 多了几分不耐烦 让王蒙更没想到的是 黎明竟然主动邀请他 一起去上厕所 王蒙挺后一脸懵逼 没想到偶像竟然如此豪放 然而天王对王蒙的注目才刚刚开始 调水环节需要排队才能上台 王蒙好不容易排队 排到了 黎明却在更衣室不急不慢地换友谊 导致王蒙排了很久的队 只能让给别人 气得他几乎要当场脱散 不过更让王蒙崩溃的是 黎明一直以为他是男孩子 还一脸真诚地和他普及 有关于男生的知识 因为男孩子嘛 你高空跳去的时候 你必须稳妥地把男性的器官 和多余的东西给稳住 要不是你弄伤的话 疼疼很久 大受刺害的王蒙只想回忆了一声 哦 听到这样的一番言论 他对偶像的滤青碎了一地啊 比赛将近尾声时 王蒙眼里再也没有了闪烁星光 变成对黎明无尽的厌烦 估计对他有真爱粉准为hif了吧